好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第13单元 空间中的平面与直线 那首先我们介绍第一个主题 空间中的平面方程式 那开始介绍平面的时候 就会用到我们前面介绍的那些工具 比如说我要求平面方程式 那怎么去求出这个平面的法向量 好 假设说这是一个空间平面 那同学注意一下 平面也好 直线也好 它都是会无限延伸的 只不过呢 因为我们要 就是说利用示意图 来表示这个平面方程式 因此呢 我们会简单的这样画一下 理论上它平面它是会无限延伸的 OK 好 那跟这个平面呢 锤子的向量 我们就称它叫做法向量 称它叫做法向量 那其实我们从图形得知 其实法向量的表示方法不是唯一啦 因为你可以表示这个方向嘛 也可以表示这个方向 只要跟这个平面锤子的向量 通通可以视为这个平面的法向量 好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决定一个平面的条件 总共有四个比较常考到的观念 那这个观念呢 我们在介绍空间中的向量的时候 那时候那个概念呢 我们有稍微提到 比如说不共线的相依三点 恰可决定一个平面 一直线跟线外一点恰可决定一个平面 两平行直线恰可决定一个平面 还有两相交直线恰可决定一个平面 那这个部分呢 大概都是我们在后面呢 当我们平面方程式 空间直线方程式 学完了之后呢 我们整个把它统合起来的时候 这个平面方程式的求法就会相当的重要 好 那第三个呢 平面方程式的表示方法 这个地方呢 其实那个概念 我们学过平面上的直线 那个平面上的直线你看 我们有所谓的点斜式啦 然后一般式啦 还有所谓的结句式啦 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学到空间 空间的平面方程式呢 它一样有三种表示方法 常用的 比如说点法式 或者我们叫做点向式 有时候也可以称它叫做标准式 比如说我知道平面的法向量 ABC 然后它通过定点S0 Y0 Z0 那我可以把这个平面呢 写成A倍的X-S0 加上B倍的Y-Y0 加上C倍的Z-Z0 因为要写成方程式嘛 这个呢 我们叫做点法式 或者叫做点向式 或者叫做标准式 这是当我知道法向量 知道它通过的定点 我就可以把平面方程式写出来 那你看哦 这X0 Y0 Z0 还有所谓的ABC呢 它应该是常数 因此呢 我如果把这个方程式把它展开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一种形式 加CZ等于B 我如果把这些常数呢 通通移到后面 这个等号的右边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方程式 那通常我们在题目里面表示 或者说解答在写的时候 大概都会写成一般式的形态 那当我看到这个一般式 我就知道说 它的法向量呢 应该就是ABC 跟ABC向量平行的这个向量 OK 好 再来 最后一个拮据式 那这个地方大概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 拮据呢 它不是距离 它是坐标 比如说我们说 X走的拮据 代表它通过A 比如X走的拮据叫做A 那代表它通过的是A00这一点 所以拮据呢 它代表坐标 不是代表距离 因此呢 这个拮据当然可以是负的 那第二个 当我们在用拮据式来表示方程式的时候 那个拮据呢 它不能为0 因为如果0的话 你把它写成好 比如说 我们说 X走的拮据 如果叫做L Y走的拮据呢 叫做M Z走的拮据叫做N 这个地方我是有一点点刻意啦 比如说 因为法向量是ABC嘛 我不要让那个ABC 跟这个地方的ABC把它混在一起 那当然你如果说要用ABC 其实也可以啦 就是说 避免让同学产生符号的一些 一些认知错误啦 好 这个是LMN 假设说它的拮据是这样子 那这个方程式呢 我就可以把它写成 L分之X 加上M分之Y 加上M分之Z 加1 OK 这个叫做拮据式 那当然啊 如果你这个地方用ABC 拮据用ABC 拮据用ABC 我们这个方程式 当然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我们比较常看到这样的用法 比较常看到这样的用法 比较常看到这样的用法 我请问如果人家问你说 这个拮据它的 这个平面方程式它的法向量是多少 注意哦 法向量应该是A分之1 B分之1 C分之1 这个地方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因为拮据它代表坐标 好 所以如果说你是在空间里面 这是空间坐标系 那我这个平面是这样子 它跟三个坐标平面呢 会围成一个四面体 这个四面体的体积呢 比如说这边是A00 这边是0B0 这边是00C 好 那这个四面体的体积 好 锥体的体积 四面体的体积是 底面积乘以高的乘以三分之一 所以呢 当然应该是六分之一ABC的绝对值 这个事情 六分之一ABC的绝对值 这是底面积乘以高乘以三分之一所得到的一个结果 所以呢 通常我们用拮据式在表示的时候 同学要稍微注意一下那个符号 还有法向量不要看错 OK 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范例 简单的一个法向量的一个应用 它说在空间里面呢 有AB两个点 然后坐标已知 我要求AB线段的垂直平分面 AB线段 好 它是有限制的 限制在AB线段 那这个A点的坐标是132 B点的坐标是5-4 那我要求AB线段的垂直平分面 垂直平分面 那应该是像这样子 这个简单的示意图大概这样判断一下 我要求这个平面 那垂直平分 同学稍微注意一下 垂直平分的话 那这个平面它会通过哪一个点 它应该会通过AB的终点坐标 好 终点坐标相加除以2 所以这个是3-1-3 它会通过这一点 然后这个平面的法向量 应该会平行AB向量 因此呢 这个AB向量呢 把它求出来 那是4-8-2 好 所以我可以列 注意这个地方是平行 所以我如果要写方程式的时候呢 我可以先把这个地方 先做一些约分化解的一个动作 比如说我把2提出来 那把2提出来呢 这个地方就变成2-4-1 所以我可以定法向量 叫做2-4-1 因此呢 法向量知道了 通过定点 我可以用一般式 我也可以利用所谓的点向式 来求它 所以它的平面呢 这个地方auf凳 第二个办例 他说通过ABC这三点的平面方程式 如果说这个平面方程式 他可以求出来的话 比如说他求出来是恰是一个解的话 那表示说这个ABC 他一定是不贡献的相义三点 如果ABC这三点贡献的话 他能不能求出平面方程式 他的平面方程式应该就是无限多足解 应该是求不出来 所以如果说这个题目要求平面方程式的话 那这个ABC三点应该是不贡献 OK 好 那我们画一个示意图 通过不贡献的ABC三点 然后求平面方程式 比如说这个叫AB向量 然后这个叫AC向量 我要求平面方程式 最重要的当然是他的法向量啊 这个是法向量 因此呢 我把AB向量 重出来 重出来 AB向量呢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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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5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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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2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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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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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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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5,6,这边是5,9 好,法向量平行,所以我可以令这个法向量呢 好,我把3提出来,所以应该是1,2,3 令法向量是1,2,3 那这个平面呢,它通过ABC三柄 所以接下来那个常数像我带ABC其中一点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平面方程式呢,应该就是X加上2Y加上3Z 好,比如说通过A点好了,6-2加上0 所以这个平面方程式呢,是X加上2Y加上3Z等于4 OK 好,再来我们看一个平面的拮据式 它说空间中呢,有一个平面1 在X轴Y轴Z轴的拮据呢,分别是6,3,2 那它要求这个平面1的方程式 这个应该是基本定义啦,我们应该可以很快的把它写出来 那它应该是6分之X加上3分之Y加上2分之Z等于1 那如果说我们再把它通分,我们就把它写成一般式的形态 这样也可以 那第二个屏幕它说,这个平面1呢,在坐标平面上 跟三个坐标平面 它所围出来的这个四面体的体积 那我们刚刚在观念里面也有提到呢 它应该是6分之1ABC的绝对值 所以呢,它应该是6分之1乘上 好,ABC的话是6乘3乘2 然后加上绝对值 所以这个应该是6 好,这个四面体的体积呢,应该是6 那不过,同学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拮据式呢 通常可以把它设计成求最大指跟最小指的体型 所以同学要稍微注意一下这种体型的一个设计 OK 都看到这里了 还不扫描QR Code 或点击下方资讯栏连结 加入龙腾高中生 以获取更多升学相关资讯哦